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第三节的出局 我们继续跟董启章和邓小华说文学馆 刚刚我说到电影界或者其他界别 都可能会访效你们在西九里有文学馆 你有什么方法和方式去争取 有没有机会成功呢 当然我们乐观的 时间就未必会很快 但我想我们为何乐观呢 因为我们首先其他各个界别 争取一些他们自己的管 这是个人的自由 但我们的看法就是从传统的 对于艺术的范畴去看 始终文学的层面 就是跟其他视觉艺术 音乐那些是同一个层面的事情 就不是某一个类别里面的 再细分的一个比较专门的特殊的兴趣 所以文学既然有这样的广泛性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文学是在文化艺术区里面佔一个位置 我刚才也说过文学这些工作 就不是由零到爆出来的 一路其实是在不同的机构里面 可能是政府的 大学的 或者民间的 都进行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多经验 可以借鉴和整合 所以整出一个文学管 需求度的事情 其实已经是万事俱备 就差了我们愿不愿意立即接受这个意念 就是有一个文学管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些什么 通常我们刚刚就有一个联署 就叫做文要有学 学要有管 就是支持在西九文化区建立文学管 然后我们派一个联署出去 首轮就已经收集到超过100位的 本土和国际的作家和学者 有内地有台湾有国际性 是的 很多香港的官听到一句 会震一震大学的文学系主任等等 巨头学者都会来签 譬如这是一种 我们有一个专业界别的支持 我想我们有的 专业界别的支持 我们有专业知识的支持 接着另外一方面 也有向民间去做一个游说 去找回那些原本已经爱好文学的人 或者其实原本他有些害怕文学 但我们告诉他 其实文学根本就不需要害怕的 很亲切的文学真的 譬如我们会做Facebook 譬如Facebook 譬如Facebook 人数都保持着 在一个星期之内已经有2000人 然后那些人全部都是热心的 他不是打算入来 入来就算 然后我们的小组成员 或者不是小组成员的人 都会写文章 譬如小组成员 董啟章写了两三篇文章 在报纸上发表了 潘国宁也写了两三篇 也引起了譬如说 李兆兴 他现在在北京做的事 他一看到就发觉 哇 是的 你在香港搞一个文学馆 就可以重新 将香港在中国的独特性 再标记出来 他很明显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而且他很想将他自己在世界各地观察到的文学馆的经验给我们 譬如在各个不同的派对里面 很多能力是想给出来的 所以我想看一看 有些建制上想做到的事 包括是什么呢 就是来到9月会重开的西九的咨询 究竟可不可以将民间这么热心的 现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 放在咨询上去向文学界做咨询 向艺术界做咨询 向广泛公众去咨询一下文学馆的概念 那可不可以在建制上做到这个工作呢 接着另外就是立法局 立法局议员作为为民间立言 他应该是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呢 可不可以 faciliti到我们小组 去跟西九管理局的人谈 去跟Mplus小组的人谈 因为其实在一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估计立法局 其实他们经常定位自己的位置 就是管钱的 譬如拨款已经过了 监察政府 然后钱已经过了 其实就觉得好像 不知道在哪里入手去搞西九这个议题 但是我估计在文学馆这件事上面 是可以给到 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立法局议员的 我们去议员的时候 亦都想跟他拉出来 去说 其实不单止政治方面 文化和政治是通的 而他可以用他的位置 他就重新在文化那里去找回他一个基础 如果搞文学馆 台南有 北京有 香港搞文学馆 要有什么特色 香港文学馆 我想首先就是 香港本土的特色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次 或者有写文章都会说 就是香港文学就是香港的故事 其实我们换了个讲法都会常常讲 就是香港的故事馆 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学 诗、小说、散文 其实组合成就是一个讲述 有没有信心香港的故事能够引起 世界各地 或者是台湾内地的人的共鸣 引起他们的注意 引起的兴趣 绝对有 因为香港的故事其实是很独特的 通过香港文学这种形式的呈现出来 其实都很多姿多彩 所以我们其实一路讲的香港文学馆 就是除了给香港人本土 去认识自己的文学自己的故事之外 其实也是一个对外的 无论是内地来的 每年这么多内地的游客 来到其实他们想知道 香港在什么地方 除了去买些东西 购物天堂之外 看看香港文学馆 可能真的会知道另一面 就是香港的生活文化是怎样的 很简单 你想想一个馆 可能就水墨是很难讲的 或者水墨或者视角艺术 它要聚述一个香港本土的特色 有历史围堵的香港本土特色 其实相对上是困难 但这件事在文字做 资源是很丰富的 如果西九有一个 其实不用很大 小小的一个管 可以提供到一个 中心性的序市 我们叫做 比较奠定性的序市 然后就可以令到游客 看完之后 他懂得看整个区 懂得看 他一直明白 原来他为什么 那些水墨的疏法 要这样做 原来是一个 中西的碰撞的关系 反而可以令到 西九是很需要一个文学馆 可以把香港故事 清楚地说出来的地方 令到游客可以看得明白 西九里面的本土 香港性 香港的特色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们没有文学馆 都生活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觉得 是西九需要的文学馆 我是搞科技的 互联网的世界 是三套词语 香港一套词会 内地一套词会 和台湾一套词会 其实虽然大家都在说中文 但是差异也是很大的 我们西九管理局 应该在九月底下旬 就会展开这个 所谓public engagement 第三 新的一轮的资讯 今次是更加细緻的 就会是看整体的布局 大家也知道 应该请了三个 著名的一些建筑的公司 建筑的设计师 去帮我们做 所谓public engagement 我在这里 我预祝你们两位 在过程里面 能够积极 不单止向西九管理局的朋友说 更加要向公共市民 希望你们有成功的空间 在我们的 gateway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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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